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今天我煲什么汤水呢? 原来就是 非洲海底野煲 暗炖 一个汁 一个煲 这个天时 太干燥了 口唇又烈 喉咙又干 皮肤又干 喉咙都喘了 喝这个汤 希望去滋润一下个人 半夜都少起床 我少点东西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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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之前 玛尔代夫遇闻 每天在海底 闹起了个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椰子 认为它一定是生长在海底里面的植物果实 和它起个名字叫做海底椰子 一直用到现在 其实呢 原来一点都没关系的 海底野在陆地上面生长的 原产的就在非洲塞士尔 域于西印度洋的群岛国 是当地独有的棕类 生长在陆地上 是世界最大的坚果 有分公和那 公就是红花 果实就是那 树就是痴虹 根部相联在一起 如果一棵被斩 另一棵都会慢慢死 被形容为是恩爱而殉情的爱情树 种子坊需要2-3年 25-40年才会开花结果 果实就要7-10年 甚至再久一点才会成熟 重就是15-30公斤 树令可以达到120年 是麦尔罕为贵 塞士尔政府已经正式宣布 海底野为国保禁止任何人采责 更加严禁私运出国 近年供不应求 价格不断上进 大家都叫做海底野 分别它们在塞士尔群出的 就叫做非洲海底野 非洲海底野太大了 体积和重量也不轻 通常都是切片来出售 好像珍珠白色 但放得下去会变旺 就是劝你不要买一斤或者半斤 切片之后 齐片和散片的分别 齐片当然是价钱非常贵 果元不税就是散片 那些价钱便宜些 不用怕它不出味 突碎它 如果你突碎了 喝汤的时候会卡住喉咙 或者隔网隔渣才来喝汤 那就麻烦少少了 市面上起码有三种海底野 而一种少少相似 也是叫做海底野 那种是在中国 中国的是薄些 是圆形 啡色的边缓 环绕着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分得到 多数的海味泡和集货点 摆出来就是中国来的海底野 平价钱便宜些 便宜些 你不要想着是非洲那些 价钱亦都差很远 外面煲的汤水有海底野 多数用一种切片来煲汤 就是泰国的海底野 是濕的 我就会留下一次 煲其他汤 多数每次都用一两 不要说我那么少 一两是基本 已经是足够 少一两就说功效不太好 那你还要其他配搭 有时不要说 又要多 为什么你用这些 就来配鸩鸩 因为我刚刚买了鸩鸩 鸩鸩是保而不躁 老少咸而 有身体的人都可以吃 看到它用什么来养 营养很丰富 最适合就是非洲海底野 有一种叫做海底野 子咳嚕是很有名的 因为它有子咳润肺 咳受太久 本身是曾经肺炎 用海底野来煲汤或者炖 效果很好 海底野本身 椰子的香味 很清淡的香味 它不是很浓 然后用来调理 病了之后来保身 最好就是买些瘦肉来炖 不要炖 鸩鸩 小心地用洋葱 冲一下海底野先 你这样准备去头 屁股的 要不要先测一下 鸩鸩 清一下 清一下 太浓了 厚 头盆 加入姜 还有葱 冲到水里 煮出味 鸡不出水 因为对最好出水 对最好出水 很腥 煮起的时候可能会有 它制小血浮了汤里面 那你煮鸡粥会不会出水 不要滚那么久 它什么营养都没有了 两粒野葱 发口 远一点 给走开带的 碎都不平 水滚它刚出来了 煮的时候有气味出门 都剁滴它腥 可以放一片姜下去 两个钟 五煮好 是奶白色 这汤很清淡 这一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的食谱 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